自从你是我的荣耀完结后 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的心理和身体被杨阳所掏空 剧中的杨阳总喜欢一把将乔金星拉进自己怀里 还有各种比东激情吻戏 让人看得脸红心跳 这简直就是妥妥的撩美大师啊 不过当我看到剧外的杨阳 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会撩 大家做好被撩的准备了吗 在出席某活动时 有一个为女生涂口红的环节 原本只是简单的一个动作 而杨阳直接上演了一场撩美大戏 只见她全程都小心翼翼 表情既温柔又专注 试问能有几个人扛得住帅哥这样的攻势 尤其是图完后 杨阳还特意看了一眼女生 把这位女生看得满脸通红 这撩美技能我给满分 之后用一脸宠意的为女生戴上耳机 就连女生喝个水她也瞅着笑 看到这里 羡慕这两个字已经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了 然而这还不算完 在接受台下采访时 杨阳被问平时都是怎么撩美的 只见她犹豫了一下 就直接对记者小姐姐们进行贴面攻击 平时都是怎么撩美的 平时 平时其实就是很自然的 也没有说刻意的要怎么样去 做一些什么 要不现场试一下 对啊 要不来一个 现场试试一下 这猝不及防的靠近 吓得记者们连忙后退 可要不是看到记者们脸上止不住的笑 我还真以为他们被杨阳给吓到了 要说圈外人扛不住杨阳的魅力 或许是有情可原 可圈里见惯了各类帅哥的人 遇到杨阳也属实是扛不住啊 比如男神收割机贾玲 在青春环游记中 杨阳的身份为卧底一只耳 而在答题过程中 杨阳因故意答错太明显 被众人怀疑是卧底 便开始轮番对杨阳进行围攻 哎呀 没想到你主事貌龙没大眼的 竟然也出卖主事 不擅长说谎的杨阳实在扛不下去 只能出卖色相 直勾勾的盯着甲铃向她求助 主要是杨阳哥的眼睛真的好无辜 我真的能相信 真的姐 真的姐 我也是相信她了 面对这无辜的眼神 男神收割机贾玲 也是直接沦陷了 脱口而出 我相信你 眼见队友倒戈 一旁的杨阳急得直接大喊 你快醒醒 作为观众的我只想说 这真的不怪贾玲 面对这样的眼神 谁能招架得住 之后还有著名的 你是俺的荣耀 翻拍事件 起初贾玲操着一口河南话 与杨阳互动 既搞笑又杀雕 综艺效果直接拉满 可正当杨阳走近贾玲 一把壁咚了上去时 却画风突变 面对迎面而来的帅哥 就算是见惯了男神的贾玲 也有些扛不住 竟开始害羞了起来 全程不敢直视杨阳 这期综艺播出后 网友们纷纷喊话羊羊 放开那个女子 冲我来 好想体验贾玲的快乐 想浑川灵界等等 这也就是贾玲了 如果换个别的女明星 估计早就被骂得 狗血淋头了 当然被大家 刻上头的荣耀夫妇除外 因为两人实在是太搭了 不过就算是习惯了 与杨阳亲密接触的热巴 也会有被对方聊到的时候 只见杨阳先是偷偷捏了热巴的脸 有非常自然的拦腰抱到怀里 热巴则是一脸娇羞的逼笑 不少网友尖叫着 不行了 我要被填婴了 之后在两人现场怀源 剧中的名场面时 杨阳一把拉过迪力热巴 圈在怀里 而没有丝毫准备的热巴 直接害羞的低一下了头 这简直就是妥妥的偶像剧现场啊 不知道两人是否有机会二搭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喽哈喽哈喽 那个 我还得忙别的工作 你们等我一下好不好 我马回来 OK 回来了